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看国安队能不能在主场拿下这场胜利 让自己的半成排名进一步提升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呢 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也是请到了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场比赛 长庆你好 魏老师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 对着深圳 其实深圳队呢 目前排在中超联赛第12名啊 还是一直为保级而互互挣扎的球队 而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通过拿到的首发名单发现 国安的缺兵少将和深圳队今天排出的阵容相比 恐怕呢 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北京国安队呢 这场比赛我们缺少很多重要的球员 一会儿详细跟大家介绍 但是深圳队排出的是一个全替补的阵容 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球员呢 一个都没有进入到今天的首发阵容 好 感觉好像深圳队进入这个应该说赛程的 整个联赛赛程的中期了以后 感觉要做这个田地赛马这个工作了 对 确实客场挑战工体不容易啊 但是其实呢 现在的国安队也没在自己的最好状态 刚好我们也说了 这场比赛当中呢 韩家祺是四皇停赛 因为张玉宁受伤 杨立渔受伤 江湘耀受伤 李磊受伤 张希哲生病 所有这些我念到的名字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的绝对主力 对 还有王刚 王刚 王刚其实是在名单里的 但是他没有首发 对 也就是说几乎其实如果要是按赛季初期 我们的主力阵容其实也少了一半啊 所以国安是残阵出战 面对派上全替补的深圳 深圳即便是在主力上场的情况下 他们也打出了一个全中超失球最多的战绩啊 嗯 他们目前丢了31个球 是整个中超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 呃 队中在首发阵容里 唯一算得上老将的就是张远了 现在镜头上这一位 他带着队长的秀标 而在入场仪式的 时候啊 整个工体还是非常的沸腾 接下来是奏唱 博歌仪式 因为近 emails就在一起 航艾人篷不沃 也就是 x4 河猫 autopolog 字ítulo过2 火于怨鸭北断 każ产 букв期 机条性格 elite compete 牧场 czyli德国咖台 以后 焦川 mínimo 自负样 所以 香港绘 잡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而深圳队穿着橙色的他们的第一比赛服 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炎热 但是好像这一场比赛好像在之前的前几个主场当中 好像这是第一次周末的比赛吧 除了4月15号当时的中超节目战 那是在周末的比赛 之后我们的六个主场就再也没有赶上过周末 全部都是在工作日 这是在4月15号兼服战之后 时隔将近三个月 我们再一次迎来周末的公体主场比赛日 虽然天气炎热 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这种气氛当中 感觉最少应该说到现场也应该有四万人了 今天白天的温度达到37度 可能还要高 现在的温度也依然是非常的酷暑难当 但是我相信这场比赛国安队是唯一要 国安队唯一的目标就是增过胜利 邓索萨是这场比赛国安队场上队长 而张远是深圳队的场上队长 在张龙的主持之下 两个队长正在完成挑边一试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深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深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他们守门员是 我们先看国安队吧 我们先看一下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情况 作为主场作战的国安队呢 守门员是侯森 他是顶替了四皇停赛的韩佳琪 在后方向是恩加德乌和百扬依然是中后卫 张成栋跟冯博轩是两个边后卫 张成栋会在左边 冯博轩会在右边 我们的两名主力边后卫王刚跟李磊 其实现在都是在受伤的一个状况啊 不过王刚是进名单了 那德索萨 阿代米和朴城会构成中场 阿德本罗 乃比江会打两个边风 王子明会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 这是国安队首发阵容的情况 刚才镜头里我们也看到了国安队的主角列苏亚雷斯 而深圳队的首发阵容呢 我觉得其实即便我念出这些名字 可能球迷朋友也不是那么熟悉 而且关于他们在场上的站位呢 我们也得根据比赛进行 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所以根据比赛进行 我们再来逐渐给大家介绍深圳队首发阵容的情况 但是我想应该说深圳队一定会派出一个 全部防守的一个姿态 侯森 侯森 这是侯森 在足协杯之后啊 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第一次出场 对 第一次出场 是吧 联赛当中第一次出场 而深圳队这边呢 我们会看到17岁的杜悦征 会看到18岁的胡佳进 21岁的李宁 21岁的陈祥玉 他们会构成深圳队的封线 好了 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珠上作战的北京国安队 身穿绿色比赛服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首先开球 他们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 而且今天好像很有意思的是 张成栋好像又回到了左边后卫啊 对 因为呢 要派张成栋打边后卫 他可左可右 那上一场比赛 其实在李磊受伤的情况下呢 冯伯轩临时是换到了左后卫 其实表现也还不错 但是考虑到冯伯轩呢 一是右脚 二是还是在右边相对要熟悉一些 所以还是让他回到右边后卫 张成栋带打左后卫 那看来今天如果要是张成栋 打左边后卫的话 还是希望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 教练左可能是希望助攻会多一点 因为冯伯轩我感觉 他的进攻属性还是更多一些 对 因为深圳队一定是主打防守 那么在主打防守的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边后卫参与到进攻当中 拉开宽度并且呢 去制造局部的人数优势 开场以后呢 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呢 双方都没有把节奏打得很快 特别是深圳队本身也不希望节奏太快 我们的新教练来了以后好像瓢成已经连续两次首发了 对 好 我们来看 这是李卡托作亚莲斯上任以后的第三场中超联赛 他直教过一场竹鞋杯三场联赛 那么在三场联赛里瓢成两次都首发了 德索萨 分别张成洞 张成洞是逆足打左后卫 来看看乃比江 乃比江上一场比赛取得了进球 并且呢是决定性的进球 机会 这样王子明背身拿球 在对手身体干扰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转身 其实作为年轻队员 能够在比赛中尽快的取得进球啊 对于他这个心理上和自信心上 是一个极大的这种帮助 对 今天在场边见到乃比江啊 乃比江还是就特别灿烂的那种表情 我觉得这一个进球对于他来说呢 可以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 对而且乃比江应该说 采访都是也说到了 自己进球以后 自己的母亲可能也掉眼泪了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进球啊 这是队员经过十几年的专业训练之后 积累出来的 在中超这种顶级职业赛场上的 第一个进球 这个难能可贵 是里程碑式的 镜头给到了深圳队的 代理主教练 其实他们的指挥权是在陈涛的手中 向军呢 是一个 在名单上挂的是主教练的名字 对 因为现在中超的主教练的位置 是要求必须是接级的教练员 好 掌声动 乃比江也能掏边了 看能不能形成传中 乃比左脚传起来 这个球呢 确实很困难啊 线路比较小了 深圳快发球 侯森的 深圳很明显打了个5-3-2 对 是吧 再退一下 其实是 你说他叫5-4-1也可以 因为他的5-3-2好像不是横排那个2 他是前腰跟前锋那种战法 又是一道传桌 好 守门拖手了 球进了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 这是4分23秒 调成 调成利用守门的失误 在进区里的补射 6码区里的补射 轻轻松松把球送进了空门 但是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开局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对手其实还是更愿意把节奏放慢 我们迅速的取得进球以后 可能心态上 对于我们来说更加有利了 这是一个 非受魄性失误 是吧 对 其实守门员魏敏哲呢 跳起来 这个球应该是稳稳接到的 结果自己掉下来了 脱手了 而且调成真聪明 对 一般的球员可能就不往前插了 一看这球的高度 可能自己也碰不到了 可能就几乎不会去向前跑了 进球对人 调成 调成 打进了他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例进球 第二场首发的比赛 就打进一例进球 效率依然非常的高 我相信弄不好 下一场比赛首发 调成还得是首发 这个开局确实太美妙了 刚刚开始五分钟的比赛 在摆出一个死守阵势的深圳队面前 国安队就利用非常聪明的一个门前简陋 取得了进球 进球的还是调成 25号是弥浩轮 他今天出任左边一位 那么右边一位是13号徐浩峰 那在中间呢 我们会看到 11号张玉远 5号田子义 26号的陈国良 构成三中位 其实 这个田子义呢 有必要说一下 今天的新闻才出来 他是刚刚从深圳的U21队 调到一队来提中超的球员 今天的消息 可能也就是昨天到的队 飘成的转移球 现在到控位上 来看传过来 这一下投球准备非常的精彩啊 这个36号就是陈国良 这是深圳队的替补中位 其实中超的出场的机会也不多 这场比赛 5分来中 我们应该得有将近 将近得有5次的这种传中机会了 这阿德本罗呢 刚才被对手撞了一下 他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差不多是来了 有空翻摔在北汉台面前 软齐龙 我们可以看到软齐龙的拐还立在篮杆上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摘拐 还是停赛的寒假期 好 这一球打起来 首先双拳把球打出禁区 这下不敢接了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咱们吹了犯规 阿德本罗 上一场的赢球 我认为 当然了 整体的我们的防守非常好 但是在进攻端 就是因为阿德本罗 个人的这种出色发挥 他取得了那一粒进球 对 而这场比赛阿德本罗 依然是右边风 乃比江更熟悉左路 就是让年轻球员 在他更熟悉的位置上 这最起码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好 深圳队有机会了 在前场两线之间拿球 接路正中过后 是深圳队的前场接外球 真正在今天排出的 不仅是全滑斑 而且在中前场 还是一个 完全由年轻球员组成的阵容 这场比赛需要我们整体的防守 对 一定要精力集中 公平的球迷 是非常懂球 因为在手边 为敏哲出现一次失误之后 接下来他再拿球的时候 球迷给他制造非常大的声浪 现在是 我们自己边路防守有点空了 这是深圳的客厂远征军 人数并不多 但是他们的忠诚度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稀少的人数下 更显得离足珍贵 玩家的屋 今天米浩轮打的是后腰 今天米浩轮是站在中后卫身前打的后腰 刚才其实米浩轮有几次转移 还是做的非常不错 因为他在这次首发的这11个人里边 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 都属于突出的球员了 对 这就是米浩轮 上前的抢断 把球回过来 给到刚刚上一队的田子义 田子义的转移球也不错 那徐浩峰跟周欣应该是各打一个边路啊 36号 就是陈国梁 陈国梁是右边的这个中卫 张远再传到守卫园 文敏哲大脚开出来 这时候我们不能松啊 要抢 还是要大家一起抢上去 玩家得舞准备断球 你看深圳队虽然年轻啊 但是大家不胡踢 都是一直在做这种传导 还是回到守卫园 文敏哲 文敏哲本赛季的联赛前几轮 还是能够首发 那后来他的先开这个球 后来他的主力的位置 是逐渐的被董冲宇占据 调整拿球 对手身后的一个犯规 陈国梁 排阳 北洋突然团身后 王子明有机会 还是被对手射线出脚 把球给捅出去了 出脚的正是田子义 这两下单兵防守来看 田子义个人能力还可以 对 而且在后场好像拿球也不是很慌 但是对手虽然踢的五后位 但是感觉相互之间 位置的距离啊 保护上好像没有那么密集 还是有空间给国安队利用 看看脚球的机会 第一点没拿到 这边一个快速的反击 这14号是李宁 自己把球带丢了 迅速转移到左路 乃比江已经撤回来了 你看我们今天两个编户位啊 上的确实比较大啊 转移 你看张成东拉边 拉到踩到边线的位置站着 来是张成东 看能不能形成转移 站到洪博轩这一侧 没有挺好啊 这很好的机会 中前场的一个后场接外球啊 正好可以做一做这种前场的这种逼抢 这还是刚才朴成打进那个球 刚才这个传中球呢 应该就来自于右路 对方的守博员魏敏哲 这个脱手真是一份大礼 但是也有来于朴成的聪明 嗯 否则他也拿不到这个机会 深圳队主教练向军 李宁 李宁就21岁 这边陈国梁 刚到边路28号是周新 直接打身后 哎 还给对手捞到了 船中危险啊 哦 这一下呢 冯博轩依靠着自己的奔跑速度 和比较灵巧的变相能力啊 是率先碰到了球 这球对于我们整个球队来说 也是敲了一个警钟啊 对 你看我们站得太平了 所以对手一打身后 我们身后有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对手很难从整个中场 对于我们来说 做这种传导 阿德本罗自己带球 看看正在制造这个一对一 现在一对二的场景 阿德本罗 看有没有传中 传中来了 哎呀 这个球 王子平好像没碰到啊 对 他直接被对手挤住了 他如果要是能再提前半个身位的话 他这球可能应该是有了 乃比 右脚的一招打门 他又是飘成 飘成确实也是扛住了对手啊 田子义的身高1米86 飘成的身高1米76 其实王子平已经取得了身位上的优势 如果这球再坚决一点啊 还是有机会 我们说了上场比赛 其实朴成 这总能出现在最 在禁区里边最关键的位置啊 还有机会啊 看看国安队能不能利用脚球 再次改写比分 嗯 这次是乃比江来主罚 上三季乃比江是通过定位球 主攻的 大家站在一起 前点 突然散开 这一点能不能难道 飘成 漂亮 乃比 身后一掏 飘成再把球打到前边 这边都可以撒什么 没有人听防的 看看形成船中 乃比江 啊 这个船中质量 稍微有间 飞起来 松散了 对 德索萨 阿德本罗 就地延缓对手的节奏 张远是左中位 田子义居中 陈国良在右边 37号 胡佳进 只有18岁 33号 杜岳正 只有17岁 这就是深圳队 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 这个平均年龄啊 已经是非常低了 这替补席上 还坐着这个 夏哈买提呢 冯不俊这个球传的 有一些犹豫 他可能想找阿代米 但是阿代米是一回见 来看看阿德本罗 重新得球 阿代米 阿代米 这个点其实是可以的啊 这个呢 是来自前西南的小朋友 这是 由北京市公安局 派民警到前西南地区支教 组持了当地的男子女子的小朋友 组成了两支足球队 他们在利用暑期呢 来到北京 在之前呢 是在北京进行了 这个友谊赛 现在呢 又有机会清零宫体现场 来感受 足球殿堂级的氛围 阿代米吃到一张黄牌 28号周新 25岁的球员 在这个阵容里 就算大年龄的球员了 米昊伦 胡佳进 周新 陈国良 国安队在 这段时间呢 又把阵型收回去了啊 因为对手比分落后 肯定也是想进攻 温敏哲 那深圳其实他控球时间 传球次数一点都不少啊 对 你别看年轻 但是非常有张法 好 米昊伦 这一脚长传 还是想找后卫线身后 张成洞把球线给抓住了 断球 对 对手能够正对我们进攻方向的时候 我们的四个后卫一定要注意 有定刃有保护 嗯 朵长回了接应 掌声动 安家的 哦 阿德本罗 阿德本罗的机会卡住了身位 进进区了 进区了 啊 这个球啊 真是供的精彩 手的漂亮 差一点是乌龙球 一米的距离 对 感觉这次守卫员就感觉将功补过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几乎是个逼近 逼近乌龙啊 但是守卫员把球给扑了出来 因为这球后卫应该回追 他是非常难受的 如果这球 我们看啊 通过慢动作 如果后卫不去处理 那这个王子明这个点 肯定轻松的就向那大理了 这是陈国梁啊 在已经失去重心的情况下呢 而且这个腿是掰着的啊 去处理这个球 然后这球滚下了球门的方向 但是真的就是一米多的距离 守卫员 魏敏哲反应非常快 把球在门线上挡住 王家德乌这个点空了 哦 后仰着踢这一脚啊 撩得太高了 胸部停球一脚撩射 对 王家德乌呢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 小的时候他是踢中锋的 他小的时候 在康曼龙是踢中锋的 我说 每次这个应该说定位球的时候 他这个其实进攻欲望 还是非常强的 对 好了 哎 这个 张成东其实已经断球了 但是被对手直接拉倒 好 又快放 王子明 王子明 阿德本罗直接可以打了 这一停就没有机会了 对 他第一次触球好像质量不是很高 嗯 这是王子明助攻阿德本罗的一个球 有很好的机会啊 而且他停球的方向是往他的右脚外侧停的 对 这样的话越停角度是越小 阿德本罗目前呢只打进了一粒进球 其实他呢作为封线上的外援 他需要提高他的进球效率 而且提高效率呢 首先应该建立射门的自信心 魏敏哲现在很紧张 来看朴成发右侧的这个角球 质量不错 投球 哎呀高了一点点 啊 德索萨 德索萨此前已经打进三立中超联赛进球啊 这球瓢成发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 嗯 很快的球速 啊 这个抢到这个点 说明德索萨有很好的高空球的判断 这就高出一个球的这种感觉啊 对 如果再往外糊一点 可能这球就正好落到球门里了 而且德索萨确实应该在高空球上的步线更多 因为他有一米八八的身高 魏敏哲这半场比赛踢的真是压力很大 对 自从第一个失误以后 拿球就被 球迷会给他制造巨大的压力 这是国安队的犯规 李卡多苏亚雷斯 葡萄牙人今年48岁 中后场的定位球一定要注意 李浩伦左脚打出来恩加德乌的第一点 阿德本罗把球拿下来 非常强悍啊 很好的身体素质 来看看鞋向带球 是要早一点分了 乃比要向前 对 不要回接了 这就是在反击当中的经验问题啊 对 你要迅速的向前 把你身后的一个空间 留给我们其他的队友 因为你要回接的话 其实最前面已经没有人了 对 掌声动 乃比江 乃比江左脚传起来 后点 我们没有包抄到位 但是形成了一个小球 嗯 徐浩峰 这是来自四川的一个球员 公体确实期待一场大胜啊 我们在书贵海港之前 其实在公体营造了三连胜的一个氛围 这球质量也是非常高 阿泰米这球呢 直接踢到了底部啊 这球非常看抬 阿泰米到目前为止也是取得了一粒进球 而且那粒进球非常精彩 是一个零空展 而且上一个主场 虽然我们输上岗啊 那个体毛级的越位啊 也是他的进球 对 没能算 掌握动 张成动 张成动已经是三十四岁啊 刚看了一眼 这个首发名单啊 朴城也都三十四岁了 对对对 就是国安队在这个阵容里 即便像同样三十四岁的王刚没有上 三十五岁的虞大宝没有上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三十四岁的张成动 还有三十四岁的侯森 三十四岁的侯森 三十四岁的朴城 朴城33岁现在就还没过三十四岁生日 然后还有三十四岁的德索萨 安家德乌也三十二岁 朴城好像也来到国安应该有十二年了 对呀 我记得一一年好像朴城到得对 对 刚刚呢 这是阿德本罗啊 迎得了球迷的掌声 其实这个球呢 差一点丢了阿德本罗 是从封线上 右边封的位置 一直回追到中线以后啊 去保护这个球 而刚才这个进攻呢 其实没打成也挺可惜的 阿代米一个非常漂亮的脚构跟做球 但是后面的两个球员 王子明跟阿德本罗 都没有意会到 应该是个补水时间 对 在炎热的天气下呢 裁判员是必须要让球员 在半场的中间段落 要补水的 现在比赛正好进行到第三十分钟 张龙示意 大家进入到补水 补水时间一般不超过六十秒 这是周欣凶狠的铲球啊 直接铲掉了张成栋的护腿板 对 年轻队员还是非常有拼劲 张成栋踢到左后卫这一侧 因为他是逆足脚踢这个边后卫 有时候确实感觉非常别扭 对 因为他基本上都是这个 侧面去拿球 很难你一拿到左脚 就正对进攻方向 但是整体来说呢 国安队在面对这个阵容的深圳的时候呢 还是能够掌握住场面 而且这个前面三十分钟 六半小时的比赛踢下来呢 你还感觉到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 没有对双方的节奏影响的太过分 对 热应该说对于深圳队来说 还是比较好适应的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应该说城市 湿度要比北京要湿度更大 镜头也给到了瓢城阿德本罗 那么在前面三十分钟里呢 这两个人的表现确实是最出色的 啊 这么炎热的天气 有很多外国的友人啊 应该是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的球迷 他们现在也穿着国安队的观赛服 来到工人体育场来看球 其实这个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蔚然成风 对 入乡随俗 嗯 镜头给到了出现失误的魏敏哲 虽然出现了失误 但是魏敏哲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健 对 瓢城 收获了自己赛季手球 可喜可贺 好了 双方回到比赛当中 双方回到比赛当中 看看瓢城 和向摆脱 给到德塑萨 转移 阿德米 你看对手其实虽然五后卫防守宽度并不大 机会 阿德本罗收到了中间啊 六码线前大概八码的地方 投球攻门顶高了 对我们需要这种快速的传导 然后这种快速的转移 那臆侧一定能够形成这种很好的助攻 高天忧要披挂上阵了吗 因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以后啊 阿德米其实那场比赛没有出现啊 还是去了一下医院 觉得他的内收机还是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是有反应 但是从刚才其实镜头反应还好啊 其实王刚也能踢了张成栋 张成栋一个强力的突破被对手直接对身体的一个犯规 这肯定是一张黄牌 应该33号杜岳正 对你看那比较你要是全力的向前插上的话 那你身后的这个空间啊 张成栋就可以去利用 对 那你如果站在原地的话 那对手一个防守球员的话 你很难去突破你整个这个前位线 杜岳正只有17岁啊 身高1米85 非常年轻的攻击线上的选手 这次追防张成栋呢 肯定是被张成栋的经验给战胜了 张成栋突然启动卡住身位 他要再想断球 而且张成栋已经起诉了 对 你起到身前了就很难再有动作了 嗯 啊 瓢城 瓢城 进球功臣瓢城被换下 那他一定是 有点不舒服了 对对对对 一定是伤啊 对 有点问题 刚才补水的时候 可能他跟教练组交流的 那这样高天翼上 也没问题 瓢城 瓢城虽然被换下场 但是赢得了整个工人体育场 看台的掌声 他是进球功臣 他也是球迷的宠儿 机会 手面出击没有得到球 但是我们的投球功门啊 百扬 也没有顶正 其实这球手面出击是个失误 根本够不到这个落点 他对球线的判断 你看出现了失误 瓢城一下场呢 我们的队一沈小婉就在开始给他的鼓大腿 应该是个拉伤 大腿后侧 这个兵已经震上了这个大腿后肌群 但是我们老说 瓢城这波爆发力还能拉伤 是啊 主要是岁月不饶人啊 毕竟也是34岁了 对 好来看看这个球经过几次反转之后呢 来到德索萨的脚下 但是快攻还是打不出来 那现在中场的人员呢 变成了高天翼德索萨跟阿黛米 赵成东下得很深 高天翼 转移 嗯 很漂亮 孔伯轩 阿黛米 对 孔伯轩 左脚传起来 后点 哦 乃比江在追访 已经完全可以获得球权的情况下呢 还是被对手推翻在地 嗯 这个球周星的动作 其实就本身 已经是莽撞的了啊 没有问题 还好是在禁区外啊 嗯 反规的是周星 这是右边的一位 高天翼来主罚 高天翼的任意球质量也是相当高的 深圳队 所有首发11人 全部回到自己的本方景区 对 这是区域结合盯人的一个防守啊 两个人在前点站区域 两个人排人墙 上下六个人全部都在盯人 看看有没有什么配合啊 看看可不可以把盯人的都全部往后拉 嗯 刺激张 嗯 嗯 怎么了 去看电视了 这球是VAR介入了吗 本场比赛的VAR是来自上海的王迪 啊 犯规 犯规是发生在禁区里的 对 犯规是发生在禁区里 尽管他一高天翼摔在禁区外 但是犯规是发生在禁区里的 张龙跟王迪还在交流啊 看看手势 还在思考啊 我觉得他跑步这个过程一定是在思考 看看手势 没有 没有犯规啊 不是 没有犯规他不能介入啊 不能介入啊 对啊 对啊 没有犯规他是不允许介入的 这不触发视频助理裁判 介入的原则呀 如果是球点球 那么是要介入的 球点球错过了 是要介入的 对啊 对吧 如果是直接红盘 是要介入的 触发对象错误 是要介入的 还有 维体犯规是要介入的 进球是要介入的 除了这四条之外 没有其他能够触发视频助理 介入的这个规则 那你可以不判点球 但是这个定位球 是一定要发出的 这个完全违反原则呀 那唯一的一种解释是 王迪认为这个球 可以吹点球 那张龙看过之后呢 说 这我认为就根本就不犯规 那任一球也取消吧 对啊 其实到现在 其实山东那场比赛的 那个内力判发 都没有官方的一个解释啊 对啊 就是视频助理存在的 意义是纠正清晰明显的 克罗派 那么我们不知道 对海港那个越位 就是阿达米进球 那个 推掉乃比江的那个越位 哪儿清晰哪儿明显 而且这个球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 清晰明显的问题出现 而且我说了 其实划线的这个时间啊 是特别重要 对 就你出球 对吧 你再看啊 阿达本罗一个穿当过人之后 参与员是不是吹了界外球 嗯 周欣 这一下呢 可能会影响到国安队场上队员的心态 这是我们不能被打乱 对 我们自己不能乱 阿达米的追访 安家德乌 感觉上半场就是 侯森第一次碰到球 王子明显到达米的担心态 阿达本罗的担心态 这个球这个球有没有 这个球如果要说明显红牌 对 因为阿达本罗已经形成担心态 是红牌吗 红牌 他突然出示了红牌 一定是红牌 就是如果这球你要吹犯规的话 对 一定是红牌 因为是用手拉住了阿达本罗 张龙呢 现在也有点乱啊 其实第一下感觉阿达本罗确实 汤大了 有点汤大了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犯规已经发生了 让我们看这个慢动作 你看啊 哎这球一蹬哎 然后高天一一挑阿达本罗 汤第一下 你看 好这球一带倒了 对 他的腿确实绊到了阿达本罗 啊 啊没问题 没肯定是犯规 犯规是一定的 就手上脚下应该是都有 动作的 好很确定了 对 红牌被罚下 14号李宁 李宁在阿达本罗形成单刀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破坏明显的进球机会 这个是 一定要红牌的 李宁被罚下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 啊 这样深圳队必须在接下来半场多的时间 面对少打一人的情况 这球李宁啊 他的主要是速度 他速度还能赶上阿达本罗 其实这家阿达本罗是胖大了 对 确实第一下胖的有点大 犯规地点是确定在罚球区以外 深圳队的教练组也是球星云集啊 刚才我们看到是守门教练观阵 嗯 这也是前国门 这也是我的同学啊 哈哈哈哈 我们B级班A级班啊 跟嘉宜一起 嗯 都是同学 从这个角度看 感觉好像 这个角度没有退够啊 嗯 这个距离 看看南比江的左脚 打起来 哎呦 这个球还是有威胁啊 高了一点点 在人家没有完全退够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球罚成这个线路也可以了 嗯 深圳队要准备换人 因为被他下的李宁啊 是 呃 一个中场 所以他们必须得在中场线 有足够的兵力 徐悦 对 徐悦是可以打后腰 也可以打这个CM的球员 这样的话 比分领先 我们又多打一人 嗯 嗯 这下高天忆犯规了 其实深圳这批年轻球员啊 每个人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对 对 所以不要以为对手派上了一个全替补阵容呢 好像就是脚械投降的意思 但是深圳应该说近几轮连续也都没有赢球了 嗯 深圳其实是最近四连败的一个成绩啊 然后最近他们连续的两个客场输给了浙江 输给了长春连续的两个主场输给了成都输给了武汉 深圳队换人 十九号 许悦 换下了三十三号 杜悦 许悦在把杜悦换下去 周欣 上半场出现了进球出现了红牌 还看了这个士兵助理裁判的介入 所以有五分钟的捕食 来比较 就是被换下场的杜悦震 现在深圳队在场上的阵型变成了五三一 其实这些年轻的球员 张长东那一切呢被对手给夹击掉了 很好的一个樊桥 这些年轻的球员对于陈涛来说都非常熟悉 因为陈涛之前是在深圳预备队当主教练 对于他们每一个球员的这种特点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但是现在陈涛面对的局面确实是很困难 因为深圳队本身在运营上有很大的困难 再说由于这些困难的存在 先看这个球 阿德伟罗进去了 来看看 王子明再传过来 后面没有人 没有人 叫球 叫球 这是进区前的一个转换 国安队还是打穿了对手 但是自己的包抄不够有层次 他的本路阿代米 这接球的王子明没有阅位啊 王子明的传球不错 但是徐浩峰在后点守着 没有国安的球员 看看这个角球 点不错 守博员 魏敏哲把球打出来 阿代米 阿德伯罗 来看看机会的乃比江 打了 六马区里的空位 王子明停球推射 破网 这点 王子明这个点怎么空了 就想不到 在路马区里能有这么大的空间 最关键的位置 王子明都愣了 这是乃比江的助攻 王子明的进球 非常出色的配合 哇 余大宝作为队长 也是做出了聆听欢呼的手势 这是19跟20的连线 来看看乃比江向中路观察 王子明 你看他这一次 中间已经空了 最关键的地方 你看 没有人 是不是冯伯轩在前点 一个人 一个人带走了三个 那这样国安队利用对手的两个重大的错误啊 在重门线前获得了机会 场上比分已经是2比0了 我们尽快的去锁定胜局 对 然后让我们的年轻球员呢 更多的时间去上场 去感受一下比赛这种节奏 而且王子明这个进球时间也非常的关键 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啊 这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 将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时这也是王子明 本赛季打进的第四例 个人入球 第四例个人入球 他已经追平了杨立渝 追平了江向右啊 并列在队内射手榜的第一位 这个前场定位球应该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哦 点不错 机会 哦 恩家德乌差了半步啊 他自己懊恼的直跳 好了 张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 这样的上半场比赛 北京国安队由朴成打入一球 王子明打入一球 两名球员的进球 帮助国安把比分排改写成了2比0 2比0 在此时此刻呢 北看他也高呼王子明的名字 相信下半场子明继续出场的话 他一定会有更好的信心和状态 对 好了 那上半场的比赛呢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45分钟的支持和陪伴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为您直播的 2023赛季中超联赛 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的比赛 那现在呢 马上要开始的是国安队跟深圳队 这场比赛的下半时 深圳队在下半时一开场呢 要换一名球员 刚才我们看到袁敏诚啊 已经站在边线边准备上场了 他也是想加强防守了 那有可能是张远下了 对 国安队应该还是维持了上半场比赛结束时的阵容 当然上半场国安队也是换了一名球员啊 调成 是打进一球以后非常可惜的受伤下场 哎 国安队也换人了 江文豪上了 还有池中国上了 池中国换了德索萨 把我们的中场两名 那就是江文豪上去 是不是还要打左后卫 让张成栋跟恩加德乌打中后卫 对对对应该是这么一个换位啊 那这样的话呢 不知道百阳是有伤还是什么问题啊 江文豪打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 嗯 好了张龙已经吹响了下半时比赛的结束上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 2023赛季中潮联赛第15轮北京国安队对阵深圳队的比赛 现在刚刚开始的是下半时的争夺 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2比0 北京国安队在上半时打进两球 目前两球领先深圳 那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双方都做出了人员的调整 深圳队是换下了老将张远 换上了袁敏城 国安队呢 则是换下了主力中后卫百扬 换上36号江文豪 看上去江文豪应该是打到左后卫的位置上 张成栋收到里边 跟这个恩加德乌来打中后卫 而德索萨也被换下场 6号池中国获得了出场机会 对 这样一来 国安现在已经有三个换人 人次了 虽然我们下半场还可以 再有这种换人次数 但只能再换两个人了 反正希望朴城包括百扬啊 嗯 就算是可能有些小的伤病 可能教练不愿意再去冒险 对 希望他们 哦 看这点 没闲 来看看 其实王刚呢 也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啊 所以没有冒险 让他来到场上来比赛 哦 点不错 不错 哦 这个是舍我其谁的一个架势啊 已经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了 乃比江 可惜这个球呢 在对方身体的这个撞击之下啊 没有顶正 这就是 这个落点啊 真是不错 冯博宣的这脚传球 还确实是有功力啊 哦呦 乃比刚才这个应该 撞击当中大腿 是不是被对手挂到了 文家德乌 张生动 去中国分 阿代米 阿德本罗再敲回来 去中国 张生动 没有机会再重新来 对 是中国在下半场呢 带上了队长的修标 注意包抄 红博宣 第二点出来 然后国安队的替补席都在做准备活动 于大宝 李可 王刚 方浩 言语 段德志 都在替补区来活动 嗯 大宝 二打一 就是没给他坐脚起脚的机会 但是接下来再打 那球打得有点正了 应该是来自高天忆的一较胜门 深圳队在下半场的 这个531的阵型 两个边后卫是支起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看上去 是一个351了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 比对手有人员优势 我们现在防守要有统一性 对 你看现在其实 对手反而中场 好像感觉很空 好 这个 再把整个的防线 往前提一提 这是突然打身后的一条传球 我们来看看18号是陈祥玉 很危险 对手在空位上 这球转身方向 有一点问题 这球转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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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比赛打了5分钟 管队应该还是在节奏上 能够前有力的控制住场面 冯博轩 拿着稳罗 所以要拿不断的这种快速捣脚 来让对手整个防线动起来 非常好 很好的边路配合 挤过去了 第一点拿到 王子明在回座 快速传递 正面球门 直接打门 反抢 对 反抢稍微有点犹豫 玩家的屋 这下一定要延缓住对手 非常好 非常好 王家的屋认为 我们前场的压迫好像做得不够啊 这球应该有点约位的嫌疑啊 这球应该是约位 张成栋也在向前呼喊 我们现在场上两个中后位都在向前呼喊 觉得前场的B场做得不够 因为你必定有人员的这种优势 对 你只要是防守这种统一性 大家做得不错的话 他不会让在中场这么轻易的就传导出来 你看他无球的时候 还是一个531的一个站位 看看传进来 差一点点 反正传终传终 见面好 玩家的屋 身后 很好的传球 那球停到身后 但是还能打 哇 好像第一下乃比江的 越位了 越位了 但是需要这种回接 然后再向前插上 嗯 啊 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身位吧 但是这球如果要是接下来国立足联 那个新规定下来 这球好像应该是不算越位 对对对对 按照温哥的说法 这是来自北看台的诸位 冯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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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续向前 嗯 但是这球徐悦确实还是很有经验啊 嗯 哦 嗯 嗯 好 response 消费 这就是圆敏诚 圆敏诚 张远 另外还有杨博宇 这三个人是经常搭档主力中后卫的 对 圆敏诚当时也是从重庆队转会而去的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 张远打了上半场 然后下半场换上圆敏诚 这可能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换人 对 因为几乎上一场的所有首发都换了 对 是不是深圳下一场应该是有这个直接保级对手 深圳的下一场比赛是对青岛 他们是客场对青岛 然后主场对海港 然后在客场对天津 可能打青岛这一场 他们是非常看重 投球 这个球居然被扑出来 这球投球攻没已经非常出色了 但是魏敏哲还是把球给扑出来了 乃比江觉得自己真是时运不济 对 要不然这一场是一个助攻 一力进球 你看 这一次 冯博宣左右脚这个传球都是质量不错的 乃比江根本不敢相信这球怎么扑出来了 你这么看魏敏哲这个线上技术是不错的 对 虽然有一个失误 但是也做出了几次相当精彩的这种扑就 看看这一下 第二点没有了 已经越过衡量了 小球 对 其实在深圳队呢 魏敏哲是他的能力足够跟董春宇来竞争主力门将的位置 但可能就是稳定性上 他现在可能还需要比赛的积累 对 赵天忆来主发这个交球 前点被破坏 恩加德乌再打回来 这一点能不能拿到 乃比江 二点 不行回 回座 对 再传回来 后点 我们今天这个后点一直就没有人 这属于包糟的层次 嗯 再丰富一点 要换人了 当然肯定不是换这两位了 哈哈 阿代米分左边 江文豪 阿代米 嗯 下面上一支这个球啊 就在深圳队的这个半场 现在深圳就开始注意冯木轩的传中了啊 他下半场开场以后 传了至少四脚 非常有威胁的传球 对 但是我们呢 现在的传中啊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45度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再深一点 啊 往下一点 这样当对付手的后卫在侧面 侧身球门的时候 这往上起来 其实难度更难 对 方浩准备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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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机会呀 这个球余悦俯冲的有点着急 这球好像是不是也是乃比啊 对 今天乃比江这个投球啊 三次机会了啊 你看这个点啊真是好 他有点着急 他太想发力了 对 他如果再稳一稳啊 把球顶正 他意想发力啊 自己应该说自己身体就没控制住 上场比赛打进职业生涯中超手球啊 确实是让他自信心爆棚 但是这场比赛呢 运气又没站在他这一边 如果连场进球的话 我相信这个对他的鼓励简直太大了 嗯 好球 开始 点击 一个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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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下近距离差点把球权拿回来啊 越位 方浩准备上场要换下的是阿德本罗 确实五天的这种赛程啊 再加这种天气 其实丢失的非常多 所以对于球员的这个身体保护呢 现在可能是教练组在保证胜利的情况下 最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现在场上呢 打了60分钟的比赛 团队2比0领先 接下来要换上方浩 其实方浩从这个 他的跑动覆盖能力上 应该不会比阿德短罗差 但是就是在进攻端的突破的烈度啊 是不是方浩能打出来 这个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阿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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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米打一个转移球 风博转 那能不能形成传中 对 也是可以的 再分边 直接自己 赤中国 好球 球打在立柱上 另一色立柱 还是弹进去了 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瞬间和识个 这是王子明吧 对 差点方浩一上来就形成进球 这个球以为赤中国还会在分边 但是我显然对自己身体能力非常自信 对 你看啊 其实刚才一直在说 我们的船中再往下来一点点 对 你看就有机会了 所以这一下呢 北京关队1的8比分 该也成了3比0 王子明单场比赛打进两球 这样王子明已经成为队内摄手榜第一的球员 这球王子明其实是下意识的 这反弹回来太快了 砸了他身上 然后再一捅 其实他也不知道这球具体捅的方向准不准 但是这个功夫叫铁膝盖 对 场上比分3比0 北京关队迎先 今天关队三个射门 三个进球 都是在六马区里完成的 这说明深圳对防守啊 中路防守有着巨大的漏洞 而且今天好像深圳那个守门员啊 感觉非常郁闷的一天啊 但是他还是能看出有非常好的一种发挥 现场也是掀起了人浪 好久都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胜利了 这是新工体第一次掀起墨西哥人浪 对吧 老工体经常会有新工体呢 我们还没太有机会 这么痛快的享受一场大胜 还真是啊 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呢 阿黛米啊 他身前有一名防守球员 所以没有办法去得到球权 周鑫 咱们的人浪好像已经连续两圈了 嗯 但球员们还有集中精力啊 虽然3比0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现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 还有半个小时呢 哎 两人没想到一起去 对 这种下业的周末 啊 南米江被换下了 转得至上 这个好像是 最后一次换人了 对 我们没有换人名额了 还有30分钟呢 对 五个人我们已经换满了 这是不是有点冒险呢 大家人浪玩得非常嗨 今天攻击上座率也确实不低 两个多月以来 第一个周末的主场 虽然炎热 但是刚好应和了所有球迷的热情 乃比江被换下 他的表现也是赢得了掌声 这个掌声呢 有一部分是送给他上一场比赛 打进决胜进球 有一部分也是对他这场比赛 英勇奋战的一个包奖 玩家的舞 断德志 断德志也是01年龄段的这支球队里的一个重要的球员 对手要换人了 迷昊轮被换下 换下迷昊轮 深圳队上场的是黄瑞锋 黄瑞锋是可以打后腰的 40号 吕家强 换下18号 陈祥玉 年轻的前锋陈祥玉也被换下了 30号 黄瑞锋 换下25号 迷昊轮 吕家强上 陈祥玉下 迷昊轮下 黄瑞锋上 很显然是深圳的 全力准备的 就是下一场客场跟倾倒的比赛 对 我们要减少在中前场那种横传球 前场球球又丢了 对 翻墙 看看这一下 张成栋的上抢还是非常积极 狗森 狗森 关家的五 赤中国 阿泰米 他今天感觉球迷极其的高兴 对 现场的声浪非常大 分备数很高 就是这样的比分其实在工体的历史上是出现次数非常多的 对 我们应该习惯这样的这个比赛过程和观赛氛围 但是确实好久没有出现 来看看这个中路突破 哎呀 向前的输送没有打出来 这一下拼抢当中确实是犯规了 但是池中国是冲球去的 池中国又领到了一张黄牌 这样池中国累计起来已经三张黄牌了 很危险啊 嗯 其实北京国安的主场啊 他真是要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 对 张商东事业得往上走 现在大家有点不同意啊 这配合打得太小了 这局部都有十个人了快 还是要拉开整个进攻的宽度 张商东事业也传冯博轩 冯博轩在船中 机会 好阿代米啊 阿代米确实冲在了最前面 对手抽筋了 这是新钓上了那个U21小将吗 对 呃 田子义啊 陈涛在场边指挥 刘建业 官阵 相军啊 这都是民宿 然后趁着这个商庭呢 大家可以听听公体 今天这个我估计四万多人啊 四万多人的集体呐喊 深圳球迷有点异性阑珊 但是这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公体确实不是个好打的客场 更何况深圳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放出自己的权利 这是王子明在上半场打进的那个进球 把比分改写成了2比0 乃比江的助攻 这个也是乃比江在本赛季的第一个助攻啊 接下来反弹球 王子明把球挡进了对手的球门 将王子明已经武力进球了 阿德本罗也很高兴 感觉阿德本罗这个性格在队里应该也是一个开心果 对 他总是咧着嘴在笑啊 这个性格非常好的一个大男孩 当然了 作为一个球员 他首先应该多进球 这个赛季他只有一个进球啊 这显然是有点欠收 队敏哲开球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让球权又回到国安队这一边 深圳队现在好像也异性阑珊了 2号刘岳上 刘岳上 把5号田子义换一下 还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战法 高天一 很好的转移 这次可以形成一归一了 看看中间有没有机会 没办法转身可以打出来 这是 对 不要退 非常好的 对 继续给他施压 非常好 连续两下断球 进进去了 可以 这是断德志吧 这是江文豪 连续的两个产球 非常好 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 你看这一产 如果你要退回去的话 那对手很轻易的去思考 这是王子明 如果 那他选择拿去脚弓去背啊 其实外交被一蹭 有一个轻微的手球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给 还是脚球 我们看看今天子明能不能戴帽 有可能 现在比赛还剩下20分钟 对 我们现在这个传导将转移 做得非常好 还有还有第二点要控制住 跑球自己领过去了 漂亮 那好像大家就踢开了 这一下其实船低了啊 没有办法直接射门 但是还是可以形成围攻 这酷数当中啊 球迷们的热情不减 而且与温度同高 比赛打到第75分钟 场上比分3比0 北京国安队领先 恩加德乌 指控拳非常的牢固 十脚二徐悦 徐悦其实也是挺有特点的一个中场球员 奔跑能力比较出重 而且又有点远射 今年感觉深圳队真是跑击压力非常大啊 对 其实队伍差一点没有准入啊 奇迹般的回到联赛当中 所以他们从联赛开始的第一天 他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就是保击 因为他们流失了大量的关键球员 来看看这是周鑫的突破啊 又是江文豪的产抢啊 刚才是在对手的防区 两次产断 现在是在自己的防区 完成一次成功的干净防守 周鑫也有点抽筋了 年轻队员也是感觉替兴奋了 对 有的是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上场可能有一次 一两次失误变形的时候 其实更应该的主动的去 连续这种高强度的防守 对 来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江文豪这次下地都非常非常地准确啊 节奏难度的很好 今天晚上45724名观众 来到工人体育场现场为国安队加油助威啊 45,000多了 45,000多 所以我们 是不是周末的主场太少了 对 无论从经营的角度还是从球场分配的角度 文化传承的角度 我们还是呼吁 每一个主场都应该尽量在周末 而且骑车这场比赛之前是原定比赛时间是下午5点半 对对对 然后呢 有关方面考虑到气温的问题啊 临时把比赛时间调整为 很好的转移 19.35 历来啊 国安下午的比赛啊 感觉大家好像不是很兴奋啊 其实之前我还比较担心 但是一改完时间以后 确实就不再担心了 回到正常的节奏里了 来看看冯博轩 冯浩断了跟圆明成对抗以后 冯浩进去了 冯浩 这球确实是铲到球了 但是啊 这是来自前西南的足球少年和姑娘们 你看国安获得了脚球机会 36号是陈国良 这次滑门而过 好像谁都没有完全碰到 方浩这种积极的态度啊 往往还是能够带动大家的这种气氛 好球 这球踢得非常聪明啊 池中国 跑着跑着就把身位给卡住了 看看段德志那一侧 转一球 好像有大片的开阔地关 球员都可以利用江文豪 你看这球不能向前了 想打一个二打一的配合 太勉强了 阿代米在融入方面可能 球队还得再想想办法 他的水平应该不只是现在表现出来的这样 这个球非常靠近门将 我们还是后点的包抄啊 觉得人数不够 端大志 江文豪 端大志把人带开 留出一个空间 江文豪杀进来 我连续的转移到左路啊 嗯 就是从左路形成住进攻 分阵队现在基本就放弃抵抗啊 对 场上的球员基本都在 阿代米阿代米再往外拉 这个球越位吗 吹了段德志的越位 这是段德志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次上场 啊 尽端还有一个人吧 李可 这场比赛依然是枯坐板凳 好像除了足鞋杯以外 李可还没有在苏亚雷斯治下 得到中超联赛出场的机会 嗯 上场对成都 最后好像 好不记得 嗯 非常好的传导 这一侧 速度要打起来 对 方浩先拉开 嗯 方浩在边路 这时候看看能不能在快速的在方向上再进行调整 西东国的摆脏 冲步轩 换一侧 转回来 段德志把球转回来 这球是吹了犯规 方浩拼抢的非常积极 方浩真是美球必争 对 方浩是江苏人 但确实是鲁能足效培养出来的 嗯 比赛 比赛已经来到第83分钟了 场人比分呢是3比0 二代米 好的 高天逸 第一时间没有出球 但是可以转移 要套 冯博轩 还往中路走 方浩 冯博轩 看这一下高天逸 先上了一个脚球 对 我们的边后背很少有这种套边的这种配合 你看张远 这场比赛就一直在坐在替补席上 完全都没有要上场的准备 然后像郑达伦刚才也在替补席上 一战术脚球 漂亮 这个脚后跟做的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没有人意识到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左脚打 啊 球进了 4比0 这是来自冯博轩的一角 冯博轩 啊 冯博轩左脚完成一脚抽射 攻进了他加盟北军国安队的第一例进球 可喜可贺 A群国安队攻入第四球 进球队员十二号 进球队员十二号 高天忆 吃中国 段德志 然后冯博轩 非常漂亮 嗯 你看他进攻属性确实是比较强 无论是传球射门 他左右脚都还比较平 4比0 北京国队五千 因为之前呢 踢了一个边前卫的 嗯 他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是在 踢前腰的 哦 他一直踢前腰 那里有点像我这个轨迹 嗯 前腰然后边前位最后踢到边后位 对 这也是湖北足球配奥出来的猩猩球员 套边 看看船还是打 打 要进了 啊 帽子细法 王子明帽子细法 5比0 这是本赛季北京国安球员出现的第一个帽子细法 这是不是也是王子明之前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帽子细法 王子明将已经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第六率进球 恭喜子明 这地进球我觉得一半的功劳要记在吃中国的身上 对啊 一是前场的这种逼抢 二是套边 牵扯了应该说防守人的这个精力啊 王子明的射门非常的坚决 脚内侧把球包裹的很扎实 当然这个球呢对方的防守确实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而且他其实这脚射门他没有完全的发力 他就是去拿脚弓推那个圆脚 这样北京国安队的到目前为止啊联赛的进球 是达到了二十八个了 是达到了二十八个了 这样二十八个进球呢 长春也今天也进了一个 这样有可能跟长春一起保持联赛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的记录 再看看 好球 温敏哲这一次高空就接的比较稳 深圳球迷啊 今天比赛的二十二个人里边最闲的人应该算是猴子了 那今天的脚出球的次数肯定比手出球多 对 不知道数据啊 这场比赛是不是深圳的好像连射门应该说 那是寥寥无几 先看国安队这次进攻 球又是环门过 但是助理裁判已经举了越位棋 深圳队的主教练向军 但其实这个应该是在教练组的预料之中的 对啊 不过他们肯定是希望 就是输球他们可以接受肯定不希望这么大的比分 这一定 而且我认为 他下场比赛输球他肯定接受不了 他肯定全力的去拼青岛 而且昨天 应该说不大不小 看看过来了 第一下没拿住啊 这只能背身了 高天翼冲上来啊 这叫射门 速度太快 对也是应该说本轮的一场比赛 昨天不大不小的一个冷门嘛 成都客场输球了 1比3 对 而且输给应该说 也是他们认为的保级对手 对 就是每周呢是八轮没有赢球 对 你没想到他在成都身上把球给赢了 而且这比分还不小 成都不输球是不输球 一输球好像两连败 但是成都即便是两连败还是在恩加德乌的远射天哪 成都即便是两连败依然在积分榜上过半成的时候守住了前三 嗯嗯 没有人能超过他 天经过半成守住了不败 对 昨天也是补食啊 嗯 最后谢维军一个投球 阿德本罗看来是准备这场比赛要进球的啊 他的那个球衣内衬里边是写了感谢的话 下来卡普什三分钟 今天苏亚雷斯好像也高兴了 嗯 其实上场比赛压力还是非常大 对 上场比赛国安队极其被动 嗯 但是拿下了比赛 这种艰难的比赛能够拿下 其实是最提真士气的 看看 哎 还有吗 阿代米 尽管阿代米自己没有进球 但是我相信球队的胜利也会让他非常的高兴 对 这种比赛下来我认为如果要踢个全场的话 最少应该 体重啊掉个两公斤啊 对 几乎丢失的都是水分 所以比赛需要大量的去补水 嗯 哦呦 防号 哎 但是没有撞倒 哎呦 这个是刘岳 这时候我们的球员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受伤 哎 你看 持中国冯博轩现在都躺在地上 稍稍有一些愣神啊 因为持中国刚才可能 还是想是不看队友什么情况想踢出去 嗯 现在我们得把位置站好 刚才的阵型太扁了 对非常好 好球啊 好球啊 江文豪 自己自己来 扣过去 好的中间非常空 来看看持中国 看看能不能打自己 王子明 王子明贡献啊 这个球方浩 王子明给了方浩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 方浩左脚居然把球踢偏了 他推脚空球那块好像就离点球点也非常近了啊 而且王子明非常无私啊 这个球他自己打也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你看就是其实就是点就点啊 啊 这球送的很舒服啊 但是形成这个必进球的机会 我认为江文豪的抢做的是非常好 可能苏莱斯用江文豪打边后卫啊 恰恰就是看中他这个抢 嗯 小伙子能抢 其实刚才如果再坚决点自己要切进去啊 行成一脚打门如果究竟更好啊 刘悦 许悦 远渭 远渭啊 他们还没有举棋 但是侯森 猴森勒抱球门堵师 管他跃不跃位 这个跃位举的确实迟了一点啊 对 其实这个很明显啊 这球好像是因为听耳机子在举起的棋啊 就是助理裁判现在呢 原则上就是在运动战当中呢 是要延迟 延迟跃位 延迟跃位举棋 延迟跃位举棋 等着运动把这个发展成死车以后再举棋 但是那个是指 某能两可的情况 不要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但是像这么明显的情况 其实是没有没有必要 好了 现在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对 恭喜北京国安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也恭喜王子明第一个帽子戏法 王子明贡献了本赛季国安球员第一个帽子戏法 国安队也迎来了本赛季开赛以来的最大的一场胜利 5比0 他们击败了替补出战的深圳队 尽管对手并不强大 但是工人体育场需要这样的胜利 需要用这样的比分点缀这么美好的体育场和这样的夜晚 对 我们的主场也需要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 好了 观众朋友以上呢 就是王当健跟魏宇东在国人体育场现场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现场的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个比赛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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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